好,那么这一节课我们来给大家讲解一下 A1里面非常重要的一个图层 就是调整图层的一个作用 在这边我们来新建一个调整图层 那调整图层的作用 就是在这个调整图层上面应用的效果 它都会对下面的所有图层都会生效 也就是说我在这个调整图层上面应用了一个效果 那么就相当于对下面的所有图层都应用了这个效果 好,在这边我们来尝试一下 在这个调整图层上面 我们应用一个填充的一个效果 好,然后给它填充一个蓝色 好,那现在我们仅仅把这个填充效果应用在这个调整图层上面 但是我们下面的所有的这些形状 同样的都应用了这个填充的一个效果 那么这个就是调整图层的一个作用 那么调整图层我们在上面应用的效果 我们可以怎么改变它们之间的一个交互关系 我们可以首先调整它这个层级关系 如果我们把这个调整图层放到这个 最上面是一个矩形 中间是一个心形 然后下面是一个圆形 如果我们把这个调整图层挪到这个矩形下面 那么它就会指对这个中间的这个心形 还有这个圆形起作用 那同样的我把它挪下去 那么它就会指对最底层 在它下面的这个圆形起作用 好,那除了改变这个层级关系之外 我们还可以这样子 这样来操作 调整这个调整图层的时间线的一个长度 好,那么这时候我们播放 在前面这一段 由于我们这个调整图层是没有出现的 所以它并没有对这些形状进行一个填充 但是当这个调整图层出现的时候 我们这几个形状就会变成这个蓝色 当调整图层消失之后 它又回到它本身置身的一个颜色 好,那这个是一个调整图层的一个方法 那么除了这个方法之外 还有没有什么方法 还是可以有的 那我们在这边对这个调整图层添加一个mass 也是可以的 对不对 那也就是说 当前我们这个调整图层 只在这个mass的区域里面起作用 那么在这个mass区域以外 它是不起作用的 那么我们还可以怎么操作 我们选中这个蒙版的一个路径 好 对它可以一个关键帧 那么在这边两秒之后 我们选中这两个点 让它挪下来 好,这时候我们来播放 那么就有这样的一个 不断的改变颜色的一个效果 这就是由于我们对这个调整图层 添加了一个mass的一个关键帧动画 那么除了这几种方式之外 还可以改变调整图层的一个混合模式 来让它有不同的一个效果 好,我们进入一个新的合成 那么在这个合成里面 有一个非常简单的一个acd.com的一个图片 然后我们在这边新建了一个调整图层 我们在这个调整图层上面给它应用一个 先来给它添加一些效果 在上面添加的效果 那么它就会对我们这个图片进行一个效果的应用 在这边我们来先来对它应用一个射接 然后再给它添加一个 在模糊里面 我们选择模糊锐化 我们来添加一个cc video fastbird 然后添加之后 我们先对先把这个cc video fastbird关闭掉 我们把这个射接对它移动一下 推向这个高光处 那么现在我们整个这个图片 就进行了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改变了 然后再给它应用一个cc video fastbird 我们把它的一个数量增加一点 就这样的一个放射的效果 好 那么继续来给它添加一个曲线 好 我们曲线的效果 我们稍后再来调整 但是现在我们acd.com这个文字就完全看不清楚了 那这也不是我们想要的效果 我们想要它有这种扫光的效果 但是我们还想这个文字出现 所以这时候我们还可以改变这个调整图层的一个混合模式 把它改成一个屏幕 好 那么现在我们的文字就没有被拉伸 但是就有这样一个扫光的效果 那现在我想这个扫光效果再明显一些 把这个曲线拉高一点 好 那现在这个效果就差不多了 然后这时候我们可以对这个cc radio fastbird的一个中心 对它ke有关键帧 让它一开始在这个位置 然后接下来再两秒的时间去到这个位置 好 我们来播放看看 那么现在我们就可以制作出这种扫光的效果了 如果我们觉得这个效果太强烈 我们还可以改变这个调整图层的一个透明度 改变它的一个透明度 就相当于把这个整体的强度都减弱了一点 好 在这边我们把它改成76 好 再来播放 那现在这种扫光效果就制作出来了 好 那么这一期课我们就讲解到这里 我们下一期课再见